美国太空军二把手爆美国卫星 每天都被攻击又赖上中俄 中俄太空威胁近日又被美国媒体和美军官员炒作出了新高度 美媒援引美国太空军二把手的话说 美国卫星每天都在遭受攻击 而这些攻击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非动能手段 他还说 汤普森表示 中国和俄罗斯都经常利用非动能的手段攻击美国卫星 包括激光、无线电频率干扰和网络攻击 报道还称 汤普森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2019年 俄罗斯所进行的反卫星武器测试的新细节 他声称当年俄罗斯的卫星非常靠近美国的一颗国家安全卫星 而美国政府不知道它是否是在发动攻击 炒作中俄太空威胁已经是美国媒体 以及一些美国军方人士的惯用伎俩 尤其是在反卫星技术方面 美国经常贼喊多贼的拿别国反卫星武器试验说是 根据美国军方发布的消息 俄罗斯在11月15日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 并造成大量太空碎片 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机构 随即对俄罗斯展开口诛笔伐 2019年3月27日 印度宣布进行了首次反卫星导弹试验 这次试验产生大量空间碎片 英国美日快报报道称 英国已挑选出最精锐的战机飞行员 已参加旨在战时对抗中俄两国军事 及通信卫星的训练任务 在进行飞行训练之前 他们将首先开展模拟演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丁曾表示 科学技术的进步 本来就应该服务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共同进步 本来就应该服务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共同进步